从2023年初开始 AI这个字眼就没有脱离过我们的视线 不管是Chat GPT 还是诸如Stable Diffusion的一些绘画软件 都让我们在短时间内 获得了无数次的人工智能震撼 最近比较火的那必然是数字人了 看过流浪地球的小伙伴 一定对这种数字生命不陌生 区别于以前我们了解过的AI换脸 现在的数字人明显更加真实 最近呢也是有不少公司 都推出了自家的数字人 那这期视频我们就一起来看一下 这些数字人的表现以及价格都怎么样 首先是最近出现频率比较高的 特看科技的数字人 相信不少小伙伴呢 已经从拉克斯和科技美学的视频中 了解到了一些 这种数字人跟以往的3D扫描不一样 基本只需要5分钟就能复制一个你出来 数字人呢可以代替你进行直播 视频等24小时全年无休 从此不是梦 主要是还原度基本是拉满的 如果不去刻意强调 真的很难发现这其实是数字人 不过价格呢也是拉满 光是制作一套衣服的数字人 就需要花费6000人 使用相关软件还需要按月付费 一年的花费就需要1万多 普通人还是很难承受得起这样的费用的 不过这家公司呢 目前也只是对公合作 不提供个人使用也算合理 谁能想到没过几天 简印也推出了数字人 还是免费版本 只需要输入文字 再选择想要的数字人 就能生成一段数字人口播画面 目前的模板还是挺多的 不过效果上呢 只能说一般般 还是比较容易能够分辨出来和真人的区别的 偶尔呢还会有一些音画不同步的情况 而且目前也不支持定制数字形象 但这些小缺点在免费面前也就不值一提了 预测一波 估计要不了几个月 简印也会推出定制数字人 就是不知道是会员免费 还是按时付费的模式了 除此之外呢 腾讯也是推出了自家的数字人 目前呢是有两种数字人可以选择 价格对于我这种普通人来讲 还是有点离谱 很显然我不是他的目标用户 但是在我体验这些数字人的时候 也发现了一个问题 电脑配置如果不够高的话 风扇都得要转冒烟了 从简印到出一段很短的数字人视频 也需要花费很久 甚至还有死机风险 所以电脑配置不够 又想要丝滑体验数字人的小伙伴 还是需要升级一下自己的装备的 那么在哪里能够买到放心可靠的电子设备呢 逛京东搜索未来探索 专业电脑数码设备已旧换新 至高想千元补贴 买专业创作者装备 记得首选逛京东 现在数字人的技术日新月异 市场风云莫测 价格呢也在不断变化 没有刚需的小伙伴 建议还是跟我一样 当个等等党 再观望一阵子 有刚需的小伙伴 也需要谨慎选择 这里是小椎体验馆 我们下期再见了